今天有題目《淺談對聯》 但其實盧博士是想請我 在新年期間講春聯 所以我先講講春聯的起源 即是說他應該是講春聯 其實春聯就是對聯的另外一個名稱 只不過是春節是用來什麼的 所以對聯有很多種 我本來是準備了春聯 但是上次因為講廣東話那裡 就講不完 上次繼續講 所以現在來到今次 我們就繼續是淺談對聯 對聯有很多種 當然如果是起聯的 就起聯 即是做起事的 有些做喪事的就玩聯 很多種很多種 一般是春節貼的就叫春聯 所以我們看看春聯的名字 其實對聯的來源是怎樣呢 就要源自上古時代 講到在上古時代 在東海之中就有一個叫做杜索山 這個杜索山上面有一棵大圖樹 那這棵大圖樹就 哇 相傳它就是 連延三千里那麼長的 那麼在山上就住 在樹上面就住了很多些妖魔鬼怪在那裡 那麼就是在這個圖樹的東北面 就是有一個叫做鬼門 有一個門口 那就是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是在那裡出入的 那麼在那個杜索山下面鬼門之下 也都是有兩兄弟住了在那裡 有兩個神人 一個就叫做申書 一個就叫屈律 那就是這兩個呢 就相傳它是食鬼的 那當然是打得遊戲機多 食一食鬼 還有就知鬼 那麼它就主管這個杜索山上面 這個大圖樹上面那些鬼怪 那麼如果見到這些鬼鬼 是有作惡的 或者出去害人的 那麼它就是 找一些那些 蘆葦草 扭成那些繩子 那麼可能那些鬼魂 可以被那些草可以綁住 那麼就是綁了它 捉了它 就餵老虎 去生下餵老虎 那麼 所以那些鬼就見到它就很害怕的 它是專門是自鬼的 那麼 就一直在民間 如果有些要蛤鬼鬼 為患作怪的時候 那麼就會請這兩位人士去驅邪 捉鬼 但是 久而久之呢 就很多人請它 於是乎它就分身不下 那麼也都另外一個 那些民間 相信那些鬼是怕一些圖木的 於是乎 怕一些圖木的 於是乎 它有這麼多的折衷辦法 就是 將一些大的圖木 雕成 這個 新書和鬱律那個 樣貌 雕成這樣 就變成了木的圖人 這些我們就叫做陶梗 其實就是兩個像陶象一樣 一個納在門的左邊 一個納在右邊 於是妖魔鬼界見到也很害怕 也在門口上面掛一些蘆葦草 葦索掛在這裡 我們現在清明節也是插洋瓏 最後就用洋瓏代替了這個葦草 可以鎮壓到妖魔鬼怪不去的 即是說就算它沒有空 它都可以放這兩個在這裡 可以這樣 久而久之 最後就不挑這些大的圖人 不把圖木挑成人的樣子放在這裡 用一些圖的板 一些圖木板 就是平的 平面這樣 就是把這個新書和骨律的樣貌畫了出去 而且寫了名字 放在兩邊 也都是用來鎮壓 代替了 那這些呢 如果是一些平面的板 一些圖木板 由於是由圖做的 我們就叫做圖符了 所以它是由圖符那裡開始來的 於是當時 因為上古時代 圖元皇帝就是見到民間都這樣 它簡直就是將它 整成一個習俗 整成一個禮法 那它簡直是定時去驅軌 定時去驅邪 那它就是將這個隨席 即是每年的年三十晚隨席 就作為驅邪的習俗 所以到隨席的時候 那些人也都是會換一個這些圖符 就是會掛這些圖符 就是進行驅軌 也都掛這些位索在這裡 所以是年三十晚它就會做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民間就是這樣 由周朝一路開始都是這樣下來的 那我們也都是可以有一些文獻可以看到的 那第一個呢 在山海經澳看到 我們就說是 滄海之中有杜索之山 上有大圖木 綿延其屈盤三千里 那就是綿延三千里 其之間東北若鬼門 就是萬鬼所出入也 有二神人 有兩個神人 就是一若 這個不要讀神圖 是讀新書 一個就是一若 屈律 不要讀女 是屈律 不要讀女 屈律 讀律音 那些古音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寶女的女 是讀屈律 主越領萬鬼 越看著看管 領就是帶領 就是管理 就是說 撐住那些 惡害之鬼 就是 則以毀索 就是捉住他 毀索 就是用那些奴偉造的繩 就綁住他 不是吃虎 是智虎 這個智養的智 智虎 就是餵老虎 不要讀食 吃就是你吃的 主動 越智就是被動 就是餵自老虎 就是把那些鬼 就去給老虎吃 所以為虎作殘 老虎也是吃鬼的 這兩個人也是吃鬼的 就是打得那些遊戲機多 於是皇帝乃作禮 這裡有一個鬥號 應該 以時驅之 就是定時就是趕鬼 定時就是什麼 所以是有一個習俗來的 就是最先是見到山外經 大圖人 這個大圖人 就是這個圖僅 我們就叫做圖僅 然後就是 也都是 在門戶畫 新書 屈律 與虎 在門那裡畫 新書拖著老虎 屈律又拖著老虎 通常新書 大佬就放在 就是我們這樣 我現在這裡是左手邊 但是你們面對我就是右手邊 左手邊 我們以左為上方 放在右 右手邊就是溫律鏡 還有老虎 圓偉索 在門頂也掛上一條繩 就是讓那些鬼怪看到 我有繩啊 有繩啊 有兩個在這裡 耳遇空味 就是說 就是 捉一些妖魔鬼怪 就是防禦一些妖魔鬼怪 鎮壓一些妖魔鬼怪 那除了這裡之外 在這個應兆的 封俗通 也是在他的 字典 和圖緊 偉膠 滑虎 其實也是那些鬼索來的 滑虎 這個 也是講這個封俗 記載了 謹岸皇帝書 就是皇帝 什麼 皇帝孤定 上古之士 有 這個 新書與 屈律 昆帝 二子 那就是兩兄弟 那就是 性能 側鬼 可以捉鬼 和食鬼的 杜索山上有圖樹 二人於樹下 簡穴 百鬼 就是看著了 那 沒有道理妄為人禍害 禍害 就是為非作大 雙天 雙天害你那些 就是 無道理就是雙天害你那些 那就是 這個 新書與屈律 就會是 博以偉索 則以 自虎 於是 願官常以 立 就是十二月 立 隨席 識 屠人 也都是 裝飾這個屠人 垂毀 膠 然後 滑虎淵 皆追效於前世 其以 遇空也 那就是 一樣是這樣 其實 還有一篇 也都是 南朝的 中臨 也都是 京楚 碎時記 也都說的 正月初一 做圖板 著戶 為之鮮木 變了 就是我所說的圖符 變了木板 現在 即是變了 族為 左就是 潰耳臣 貼戶左右 左 新書 右屈律 族為門臣 由此可見 新書是最早的門臣來的 也都是 也都說 正月一日 也都是 將這些 萎索 源於戶上 插 屠夫旗旁 就是 插在這兩個屠夫旁邊 百鬼位置 這個就是 我們 春戀 就是 源於屠夫 就是最早的 最早的 如果講起這個門臣 也都是 插開一點點 講那個門臣 也都是 其實就是 第二代門臣 就要講 這個 其實就是 唐太宗時代 就是因為 他 有發夢 有次說 經常見到 有很多鬼怪 有個無頭鬼 就是 問他 要索命 那個應該就是 劉武周 做了一個 是徐徐 將領來的 當然 就是 屈辭公 他就請教徐某公 徐某公就說 這個劉武周 就是屈辭公 是他的 劉武周 是屈辭公的 舊老闆 他說 你找屈辭公 和你守住門口 他就沒有了 果然他找屈辭公 守住門口 晚一刻 他就有教訓 劉武周 就不來了 另外一個 徐代的將領 又來和他殺命 他就說 又去問問徐某公 徐某公就說 這一個就是 他最佩服 這個秦庆的 秦叔保秦庆 賣馬的 王彪馬的 他說 你儘管找秦庆 幫你守住門口 他就不來了 果然也都是 有兩個將軍守住 那兩個拿命的鬼怪 就不來了 於是他就睡得很安樂 但是 沒有理由每晚都要 兩個人幫他守住 於是他 他就是 也都是在那些 在那些板上 就畫了 這個秦庆 和屈辭公 的樣子在那裡 於是 放在左右兩邊 那就變了 第二代的門神 就是 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 所以從周朝開始 每到 過年過節 那些百姓就用這個 兩塊長的六寸 闊三寸的圖木板 畫兩個神像 提起他的名字 在那裡 用來鎮壓 那這個就是 第一代的門神 那 除了這個之後 還有第二代的門神 就是 剛才說了 他睡覺的時候 經常有一些鬼尾來騷擾 不得安眠 於是 就是 派這個秦庆 和屈辭公 在他寢公那裡 保護他 果然得了 於是 他 下晚守夜不行的 他就把兩個 將軍的神態 畫了出來 又是 擺在圖木板上 就是 變成了 屠庫 而這個傳開他之後 民間也學他的方法 就是 貼門神 這個就是 門神的講法 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 春聯 就是講到 屠蔭和屠庫 到這個 對戀 這個名詞 是怎樣來呢 什麼時候才有呢 就要講到 五代十國的 要講到 五代十國的時間 五代 有一個叫 後屬的國家 在四川 屬就是四川 他有一個 最後的皇帝 叫萬廠 他很喜歡文學的 所以 每逢 過年 因為已經有了 習俗 就是要掛這些 圖符 要換一些圖符 他就會想著 一方面 將這個 新書 屈律 掛上去 用來鎮壓 驅邪 另一方面 他就想寫一些 吉祥的說話 寫上去 一開始 他就找一些大臣 幫忙寫 他身邊 有一個 漢林學士 叫做 恨人信 漢林學士 剛剛隨即前幾天 他說 你和我 那年就是 九百六十四年 廣正二十七年 是九百六十四年 速攻完九百六十四年 他就 說 你和我寫一些吉祥語 放在我寢宮面前 於是乎 恨人信 就回去 就想了 八思 不得其解 是怎樣才能夠 是可以 是 找到一句 可以 可以 使到這個 皇帝清邁的 即是 怎樣 哄到他開心的 那他第二天起床 剛剛就 落著 那些微風細雨 那見到 那些花枝在那裡 風中遙 於是他就寫了這句 就 迎身奉雨潤 得碎見花遙 那就寫了這句 人人都說 就是 漫廠寫那裡 那句是第一個對聯 其實我想 這個 恨人信之前 也都應該有 有很多的對聯 寫了 只不過 當時叫對聯 第一句 第一句 就是 他 撞了去給漫廠 這個讀過廠字 永日 廠就是很光 你看到這裡 也是會議字 永日 好像日頭那麼光 這個就讀過廠音 來到朝廷 這個新人信 就是 將這些寫好的 就給他了 但是 漫廠 左看右看 點體覺得不滿意 反而自己撿筆 就寫了 新年立如慶 嘉哲號長春 現在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天下第一聯 第一副 第一副 有時是第一副紀錄的對聯 當然我們就叫它做 對聯這個 這個名字 有這個 那時候 我們就叫它 這個第一副是對聯 其實這個 亦都是 這個對聯 寫就寫得很好 還有很吉祥 字都很吉祥 所以 那些人 於是乎就真相學習 那些多數都是皇宮大臣 就真相 就把這個 就是 除了是 將這個 新書 屈律 畫上去 在旁邊就寫這個吉祥語 甚至 就把那個圖像都 不開了 就直接寫這個吉祥語 就代替了 所以 這個就是對聯 那時候開始的 而這個對聯 新年立餘慶 餘慶這個 其實就是 來自易經的 即善之家 必有餘慶 即善之家 必有餘慶 即是說 餘慶就是有後福 即是說 有多 即是說 年年不絕的 所以說 現在新年立餘慶 是非常吉祥的 即是說 新的一年 就有 我們 上一年用不盡 那些福氣 那些喜喜 綿綿不絕 繼續來的 然後 加節號長春 這個這麼好的節日 我就叫他做長春節 即是說 即是春節春節 他就加了個長春節 長年都是春節 這樣 變了 這個其實是做得挺好的 都挺吉利 亦都是非常工整 對象都很工整 所以呢 就是 亦都是 所以這個 就變了 屠夫 在這個時間 就變成了對聯 所以第二個 名詞出來 就是對聯 後來呢 後來呢 就是 也都是將一些圖目 用一些紅紙代替 也都是 因為 漢代已經有紙了 這個就是不送之後 然後才代替 那時候就叫做春貼兒 那不送人中的時候 也都看到這些 也都叫做 是御春貼子 叫御春貼子 所以這個名稱呢 一路一路一路改 那為什麼對聯呢 它就是一對一對的 一對一對 所以叫 大都備就叫做春戼 沒有人叫春戼 春戼呢 春戼這個字呢 就要到明朝才有的 所以到宋代呢 也都是很流行 但是流行呢 也都是限於那些皇宮大臣 就是那些官患人家 有錢人家 官患人家去做的 那多數都是在那些宮門前 在那些皇宮門前貼 所以又叫做門聯 所以又叫做門聯 因為那些皇宮門前貼 所以又叫做門聯 就是要貼在這些 然後才貼在那裡 就是貼在那裡 那些皇宮門前貼在那裡 就像泰和電那裡的柱 像泰和電那些 就是那些凝柱那裡 所以又叫做貼在柱那裡 貼在凝柱那裡 所以又叫做凝亂 這個其實所謂張貼 它其實就是用一些釘釘上去的圖木板 現在你看到和尚寺或者去那些 它都是整塊板釘出來的 所以這個對聯是由淘櫃 淘湖 對聯與春帖 一直營聯 一直來的 最後它就叫做春帖子 就是叫做春... 變了做子 最後變了做子 它就叫做春帖子 就是說變了就是... 宋代已經變了做子 所以這件事也是在宋史那裡有的 每歲隨日 隨日就是隨值 每一年 歲就是每一年 就是命漢臨為慈堤屠庫 正誕至寢門 剛剛去到元旦的時候 到元旦到正月初一的時候 放置在寢宮門的左右 末年 就是說它在後屬的末年 因為它跟著... 這個... 這個真是很不幸運 它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很不吉利的 這個東西很不吉利的 原來這麼巧就是 它寫完春戀之後 按錯了 我想按這個 它寫完春戀之後 第二年 即是九六五年 正月十三號 就兵臨城下 趙康印就派兵來 剿滅這個後屬 他就是... 當時呢 他都沒有投降 要到二月十六他就投降 投降了之後 後屬地區 趙康印為了要控制後屬地區 就派一個人來做這裡的長官 去到成都 這個就叫呂如慶 所以他就新年立如慶 新的一年 就接納了這個如慶 來做人家這裡的長官 這個不是很吉利的 跟著呢 就是... 也都是了 宋太祖在這個四年前 就已經是 在西元這個九六零年 在建龍元年 他就是將每月六... 他自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 就定為叫做長春節 所以呢 所以呢 於是乎呢 現在加節號長春 而曼廠呢 就想說這個元旦呢 也都是叫做長春節 就叫做春節 這樣 所以就變了呢 於是乎呢 變了這句話呢 一語成岔 真是不是很吉利 本來很想說吉利 所以 現在這個呢 就是 這麼出名呢 就是因為它呢 就是... 新年立如慶 就是... 加節號長春 就變成天下第一聯 所以呢 就是... 專門是記錄它下來的 那所以... 所以有個春鐵紙 改了做紙張了 那所以因為整天 那些春聯都是 在那些... 刑署上面 在那些... 公門面前 所以又叫做門戀 又叫做營聯 那... 因為它是一對對的 那所以叫做對聯 那所以呢 就是... 而黃安石呢 也都是在它那個 有一首... 宋代 這個宰相 那就是... 而元日的詩裏面 也是... 爆竹聲鐘 爆竹聲鐘 除舊稅 春風送暖入桃蘇 桃蘇呢 是一些... 是一些... 桃蘇酒 那這些桃蘇酒呢 也都是... 槍全是辟邪的 每逢... 徐席呢 或者元旦呢 他們就... 一家大小都喝這些桃蘇酒 用來辟邪 而那些酒渣呢 就用來掛著在這裡 也都是趕鬼的 那所以就是... 也都是... 可以看到這些這樣的習俗 那... 在... 中林那個... 也都是... 應該有寫的 那這裡就是... 千換萬戶同同日 總把新徒換舊符 那由此可以證明 由這句詩 也都是證明 當時的習俗 由周代開始 都是每年一換 就是每年呢 就會是... 將那個... 屠符換 那以前呢 就是... 這個... 是新書和屈律 兩個... 的圖像 那現在呢 直接呢 就是變了... 是... 變了呢 就是... 這個... 啊... 一些... 吉祥語的句子 那樣 那所以到... 一路再講呢 到宋代宋元 之後呢 就很流行 那到... 這個明代開始呢 然後才有 這個春聯這個字的 春聯這個字 最早見到哪本書呢 就是... 吳成恩的西游記裡面 有春聯這個字 而... 是春聯之所以普及 是民間可以普及的 當時都是大戶人家做的 春聯是普及呢 在明代才普及的 那明代 開國皇帝叫朱元璋 那他是紅財大略 但是他也都附用風雅 那也都是... 有時間呢 他也都會去體察民情 傳說有一年 年二十八 他呢 就是突然之間呢 就意起風發 他就說 和幾個大外侍衛 就說 我要趁新年時間 去採探民情 於是他就寫了 一句... 一個對聯 就... 經過五門之後呢 就連了出來 他說 過年 北朝回鄉去 這個上戀 過年北朝回鄉去 開春 就來民間情 他就... 然後有個環批 就與民同樂 他就走了出宮了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一天光呢 你就知道 五間他們就要上朝的 天都未光 那些民武八官就在王府井啊 哪裡啊 都走來五門 即是藍門那裏 就準備入皇宮了 怎知道道門都未開 但是呢 天都未光 但是當天光 曙光一到一影 咦 原來連了兩張東西 兩張通告 東主有起 今天休息 差不多了 兩張通告 就說 過年北朝回鄉去 叫他回鄉下 然後呢 開春才過來 就來民間情 然後你才... 到春過了年 你才回來再上朝 即是說這樣 我現在語文同樂 我走了去了 哇 那那幫大官呢 就很開心 於是乎就回去 回到家 那他見到 皇帝都這樣寫到這些 他又覺得很有趣 就真相 就學他呢 就把這些吉祥語呢 也都寫了在那裡 寫了去 就是貼在他們這些大宅的門口 那每個大官回到鄉下 每一個鄉下 他們都看到這樣做法 於是人民呢 就看到是有點... 就是... 不是很開心 有一點滋味 有一點不知道什麼 滋味 他們可以貼 他又不敢貼 於是乎呢 後來這個傳到他 給明太祖朱元璋 他就... 一於從善如流 與民為樂 即是與民同樂 某年呢 在南京城 他當時是定都這個應天府 就是南京 就是當時還沒有遷到北京 是朱棣才遷到北京 在南京城他就下令 南京城每逢隨職 每年一定要全部家家戶戶 貼春聯 我們就叫他做春聯 因為春天貼的 所以就貼... 每年規定他要貼春聯 所以民間貼春聯 都是由這個... 朱元璋呢 大搞文明城市 這樣才貼了出來 那麼下了命令之後呢 於是乎呢 他就... 也都是立刻送一對春聯 就是給這個... 他的大臣叫做陶安 這個叫做陶安 好 好 好 這位是漢納博士 因為這位是漢納博士 因為這位是漢納博士 於是他就送給圖安一副堆 一副這些 送給他去年 他就割朝謀略無雙事 漢園文章第一家 就是讚到他又為國家 又文章又好 這個就是他第一副 立即送一副堆給他 於是他就下了命令 他都不放心 到年三十晚他就真的逐家逐戶去檢查 家家戶者還了得如 皇帝下了命令 他就全部都貼了 誰知道去到那裏有一家 在西游記那裏看到春聯這個字 另外一回在二十四回都看到春聯這個字 他定都南京就是叫人家要貼春聯 下了命令 這個是用指令這樣去做的 規定這樣 然後就跟著他第二天就要去檢查方面 他說竟然有個什麼 有沒有搞錯 於是走去看看原來這個是一個閹珠的圖戶來的 是做閹珠的 原來他不識字 想起法國 你不識字是吧 好啦 那我和你寫 他就和他寫了一句就是 雙手劈開身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 亦都是傳為佳話的 就是這個春聯 到清朝就更加非常之盛行 好像乾隆 紀曉嵐 或者柳蓉 很多很多的春聯出來 現在在紫禁城那裡 都已經有六八 即是在故宮裏面 有六八七十七組的對聯 一刀割斷是非根 可以嗎 再看 雙手劈開身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 所以它全部是對的 那對聯的 即是春聯這個名詞 原來是到現在就這樣來了 就是春聯 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是故事來的 其實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這個 萬創師是創作過春聯出來呢 其實不是 其實這個我們對聯 是我們中國獨有的文學 是一種文章體材 但是又不能夠叫它做文章 其實它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來自我們的偶句 即是說其實我們是來自一些 先秦的偶句 那些我們對偶的句子 譬如好像 作井而飲 奸田而食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是相對的 一對對偶的 那當時這些偶句 我們叫偶句 它是平質不論的 詞性不論的 是比較 但是它是對著的 那些語法是對著的 四個字 六個字 五個字 那樣是對著的 那很多 譬如這個就是通渠旅人 剛才都已經弄了這些 也都是在詩經裏面都有 清清止耕悠悠我心 也都是有疊詞的 清清止耕悠悠我心 那麼很多 很多 《易經》那裡也都有 也都是《老子》那裡也都有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回很多先秦的文章裏面 都是有這些對偶句 其實它就是 它自然這樣發生出來的 那些我們叫偶句 如果不對偶那些我們叫散句 通常我們就是這樣去的 那麼到漢藝的時候呢 就更加去有一些褲 那些褲更加要講對偶了 那麼有些叫平民 那些平民呢 那些更加是四六的去對偶的 那所以呢 也都是有很多例子 不過呢 我這次就 這個片呢 我就來不及弄 那麼 也都是有很多些對偶句 你可以是找到很多這些 在那些平民那裡找到的 譬如好像 魏晉南北朝有一個木蘭朝 也都是 漬漬伏漬漬 那些木蘭多木漬 這個散句 但是 也都是 開我東角門 撞我西角床 這些是對句來的 脫我戰士埔 穿我舊事上 也都是 脫我戰士埔 穿我舊事上 這些也是對句來的 所以 就是說 很多這些 你在詩歌裡面 也都是很多的 到唐詩 也都是的 就是 承缺 負三巡 風艷亡五巡 也都是 承缺負三巡 風艷亡五巡 也都是的 也都到這個 黃沛 藤王國最好出名的就是 落下雨孤霧 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你看看 全部都對著的 所以差不多好像黃沛 到了唐代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就是到 魏津的時候 平民的時候 他就比較對偶 比較嚴謹一些 開始 好像名詞對名詞 一些詞性 各方面比較對得好一些 但是 當時音律盡未發展 當時的音律盡未發展 所以到唐代 剛才有比較有格律的 比較有音韻音律的 那些對偶句出來 慢慢慢慢再發展到 到了五代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有這些 對偶句 吉祥 到了五代的時候 才再開始 就有第一隊的對聯 其實就是 是源自這些對偶句 這些對偶句 外國文字是沒有的 因為 你說明對 一對 是兩對 一對 所以 而音律 也是在這個 南北朝 魏晉的時候 在魏 魏 魏朝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就是 曹操曹哔的時候 就是 李登 就作了一個叫聲淚 而到晉朝 有一個 呂政 就作了叫韻集 就變了 才是有些韻書 聲韻學 就開始分家 到 也都有一個 魏國的人 叫孫嚴 就作了一個 耳雅陰柱 耳雅陰柱裡面 也是做個番切 由番切 就可以 讀到 那些 注音的文字 這個是很大的法明 跟著呢 到南朝的時候 有一個 是到齊 南朝的 宋齊兩層齊 那裏 有一個周庸 就作這個 四星撤韻 然後 再這個 審約 就集大成 就開始有這個 四星韻 於是 就變了 就是有這個四星 發明了四星 然後 就是平上去入這四星 我們廣東話有九星 但是 就跟著 亦都是分評則 這個質聲 亦都是由這個 審約 是發明的 所以 由那個時候開始 就開始 所以唐師 開科取士 他就一定要考師傅 考師傅的時候 按師哥的時候 就一定要跟著他的尋書 他有些 唐韻 全部跟著了 很嚴格 所以當時 唐師 是有 講求這個格律 有些格律師出來 律師 就是說 起碼是八句 四句為絕句 兩句為對 他說 四句那些 就是叫絕句 八句 就是 一批一批 一對一對 所以 中間那兩對 就一定要成對 所以就變成 就好像 槍行西嶺千秋雪 門柏東 吳萬里船 那些全部是對對 其實中間那些全部是對對 在那時候開始 評質 全部都要符合的 所以 對的形成 就是 到那時候 是 唐代 唐代之後 五代 有第一副春戀 其實唐代的時候 已經是 有這些 對偶句 所以對 就是一對一對 而外國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我們那些 是很特別的 我們的字是一字一音的 說明要對的時候 你一定要是 還有還是一些 藝術上面要對著的 一個字對一個字 是吧 如果評則要對 有些 Dictation 一個字是三個音 就算那些字是 同樣的字數 你都對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們是藝術來的 在2005年 已經是中國 就是一個 非物質文化遺產 就已經申請了 所以這個對聯 來由 說就說 是這些神話故事 這樣說出來 其實 就是 真真正正的 是我們的 音韻文學 一直過來的 好了 春聯的形式 究竟它對聯是怎樣 貼法呢 就看看 你看看我們 剛才說了 我們這個門神 你看到 這個就是 身書 這個就是 骨栗 通常就是 這個就是 屠虎 其實這兩句就是對聯 上聯 如果國語就是 三聲四聲 因為這個 它是 陰平 陽平 然後上升 去升 所以 平升 就是 下聯 一定是要平升 所以怎樣看呢 下聯 最後的字就是平升 而是 上聯 一定是側升 所以是這樣去看的 這些字 通常 就是 有時是四個字 六個字 所以 平文來說 是四六的 現在就改了做五七 多數是五個字 七個字 九個字 十個字 有很多 就算是 昆明 這個大觀流 有一個清朝的秀才 叫孫艷 孫艷翁 就是 老翁 他叫孫艷 也作了一對長聯 是 九十個字 上聯九十 下聯九十 所以一百八十字 所以叫做長聯 超過一百個字 就叫做長聯 所以 所以變成 至數不限 這個 就叫做橫披 但是我們 就叫做批 也是可以 手邊一個比 橫披也行 橫披也行 他只不過是提綱 揭令 講這兩個 好像龍點睛 那樣講的 江令出來 就是這樣 也都可以看到 春條 其實就是 現在我們所講的 什麼 廢春 通常寫 大家恭喜 恭喜發財 財源廣進 老小平安 這些寫這些 這個 斗方 也是四四方方 製了一張紙 但是不是 將它四方擺 一定要擺成 凌型擺 這個就是春渡 春渡大地 春渡 如果複字 寫個複字 就複到了 有些可能 將這四個四方 擺在這裡 擺在頂 或者是 財源廣進 或者是 福智心靈 他就將這四個字 擺在這裡 但是這些 我們就叫做 斗方 也都有人 將它在這裡寫 寫早的文字 就寫 招財進寶 你有沒有見過 招財進寶那些字 好像一個字 那樣 其實它是一組文字 搭在一起的 所以 我們春戀 就有這麼多種的形式 怎樣去表達 但是 記住 它是 左手邊 我們以左為上 右手邊 就是下暖 那 它的左手邊 右手邊 我們面對 就是 變成右手邊 我們面對的右手邊 就是 這個就是上暖 這個就是下暖 就是這樣 形式就是 這樣的情況 大概解釋了 大概解釋了 就是那個形式 剛才都說了 有很多種 有些叫做 豆芳 有些叫做 春條 春條就是揮春 有些通常都是五年七年 這個就是 春聯 就是這樣 所以 上暖就是質星尾 下暖就是平星尾 就是這樣 有些很有趣的 這裏可以看到 就是 一個 玉竹長調 千門落 花燈 騙照 萬 戶明 也是一個春戀 它可以這樣春聯 那 那些豆芳 就是寫在這裏 就是寫在這裏 那 你看看 但是它現在是整個 好像這個複字 這裏叫做豆芳 那 這個都 這個 等下先看看 看看這個 算了 算了 本影相機 看看 看看這個 什麼字 上暖 你看到 很明顯看到 拐李先生 那 這個其實 就不是我的 剛剛 過年的時候 有一位朋友 就 E-mail 給我 說 阿土幫忙看一下 這是什麼 那我自己 那些是我自己看的 那位朋友 Sinfi 她E-mail 給我 是什麼 那些對聯 沒見過 那 原來都是 比較偏僻的 就是 拐李先生 法度高 或者高法度 這個就是 棕梨盆石 打線搖 聽得到嗎 然後這個就是 洞賓背劍 青鋒客 這個就是 藍彩和 彩和花 花 南 這個 盆陶 什麼 什麼盆陶 我看到盆陶 這個是什麼字 看看 這個可能看不清楚 我等一下看 不要拐 不要拐 看我已經到這個 這個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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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麼巧 有人 有人傳給我 那這裡就是 國寇 國寇 首執 這個 陰陽版 雙子雲中 品玉燒 仙姑 敬奉 長生酒 果佬 騎奴 樂 蕭耀 大概是這樣 看看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看得出來的 就不是 就是 未必是什麼 我自己看得出來 拐禮先生 法度高 或者高法度都不定 鍾 梨盆石 靶線搖 洞賓 背劍 青鋒客 彩和 花籃 獻盆陶 那個獻字 然後夏聯 就是國寇 首則 陰陽版 他有個陰陽版 雙子雲中品玉燒 仙姑 敬奉 長生酒 果佬 騎奴 樂蕭耀 我都在這一段期間 我都和一些朋友 發了給他們 分享 下一個也是很有趣的 這些就是鬥坊裡面有的 也是同一位朋友 寄來說 可不可以拆到是什麼字呢 我看到 你看到這裏 看得到 足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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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用一個 靈形 斗方 去寫的 用一個靈形 招財進寶 剛才那個招財 這個財 是吧 進 這個進 寶 就是這樣 招財進寶 日日有財 這個財 見 日日有財見 這裏就是 日 日進 斗金 每日有 整 斗金 來的 這裏就是 黃金萬兩 這裏就是 學好孔 萬 對不對 學好孔萬 這裏就是 開門大吉 這裏兩邊 開門 這個門 這個大吉 開門大吉 那下 下 下聯呢 就是 馬手是尖 馬 這個是 是吧 這個手 這裏 看得到手字 在這裏 看得到 這個手字 馬手 是 這裏是字 尖 這裏目 這裏背 馬手是尖 這裏就是 馬刀弓城 看得到 這裏就是 天 鋼 這裏是不是 天鋼 什麽幅 我看得到 大概是天鋼什麽幅 等下 我要仔細看 因為那天我也是仔細看 這裏就是 福六壽 福六壽 傳 福六壽喜 好像有個喜字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 封條與順 應該是吧 這個條字 封條與順 我猜 這個就是 大地皆春 應該有個大字在這裏 春字包括大字 這個皆字在這裏 這個就是 一馬當仙 這個當字在這裏 這個仙字 馬字又在這裏 當字在這裏 仙字在這裏 OK 一馬當仙 OK 我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答覆了個位朋友 足部平安 招財進補 日日有財 日日有財 日日有財見 馬首是尖 OK 馬到功成 天天降福 是 兩個天 福六壽喜 風調與順 大地皆春 做一馬當仙 那你們自己可以看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 所以很有趣 很多 形式就是怎樣 這個更有趣 另一位朋友寄給我的 另一位朋友說 喂 惡兔 看看這些是什麽來的 很有趣 那是猴年 那我現在都看不到 我其實看不到 它是開股 但是呢 我看到什麽呢 這些是什麽來的 看不到 那這裏呢 我都看到 是 我看到一個福字 因為 鳳王 這裏我看到鳳王 所以鳳王 我才猜它是龍虎 這裏你看到 一畫有個鳥在裏 有個鳥在裏 有個鳥在裏 這裏有個皇帝的王子 是不是 看不到 鳳王 所以我看過幾個字 我看到這裏可能是福字 這裏看不到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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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叫我看 我都未成句 我又不敢回答他 怎知道 炸一聲他就給我答案 剛才那兩個呢 就是那位人士 Sinphia 就沒有答案了 他不知道的 但這個是另外一位 香港的朋友 寄給我的 答案去了哪裏 龍虎鳳 沒有了 不是這裏 看一看 是否在後裏 是否在後裏 是否到 咦 沒了 有沒有調亂到 不要理會 等一會 龍虎雲中 什麼 龍虎 鳳王 複獸 下面是 什麼複獸 什麼複獸 複獸 鳳王 什麼複獸 什麼複獸 龍虎雲中 什麼複獸 他說建議我擺在最後 不過 不要緊啦 我們一起講 現在呢 跟著呢 我們就講對聯 究竟是 有些什麼要求 怎樣叫對聯呢 我們怎樣 這種 所謂 中國的特別 一種問題 有什麼規限呢 怎樣才叫對聯呢 第一 就是呢 字數 和句數 是 字句就不限 但是呢 就必須要和 你上戀這麼多句 也有這麼多句 但是 你上戀好像 孫嚴翁 有 孫嚴翁 有很多句的 有20句的都可以 下戀又要對回20句 上戀 四個字的 下戀有四個字 上戀一百八十字的 下戀一百八十四 上戀九十字的 下戀有九十字 但是那些句都要對的 就是每個句都要對的 等一下詳細說 第二 就是有評則的要求 我們 對偶來講 上股那些偶句 就只是字數 句數 這樣就行了 相同就行了 但是 沒有講求評則 也都不是很苛求辭聖 辭聖也都不苛求的 對偶句就 辭意要公正 也都是 說明對 對就對了 但是聯 要聯想起 這個意義 是要對聯 你一定要聯想起 上聯 通常 這個 通常是不用的 通常 你看到上聯有幾句都可以 通常是不用句好 鬥好 但是當然好像孫艷翁那些 孫艷那些 那麼長 我們就用句好 鬥好分好這樣 但是下聯就是用句好或者感嘆好 通常一般 因為字數不是很多 分兩句三句 我們都不會用這個標點符號 意境 意境 就要有言之有物的 這樣叫意境 有些作歌 哇 那個意境是怎樣呢 當然 有些 就不要說上寵下輕 上輕下寵都還可以 等一下說 就不可以重複的 這些字不可以重複 但是有例外 合掌 就是大家是講同一件事 同一個 等下說例子 就是同一件事 我們有規限的 那你就不是叫對聯 所以有些人說 平則 我不懂音韻 所以平則你不要限我 其他我都很漂亮 那你就不是對聯 如果沒有這些規限 你作這些 我也很容易作 所以一定要有這些規限 什麼叫合掌 我想等一下說 五字 好了 講字數和據數 這些都是 字數和據數 剛才說了 就是上戀的據數 和下戀的據數 就是要相等的 就像這裏 天上月圓 一句 人間月伴 月月月圓 逢月伴 這裏有三句 下戀也有三句 今夜月尾 明日月年頭 今夜年尾 明日年頭 年年年尾 節年頭 這句也很出名的 這個戀 但是呢 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質聲 不是 這個呢 誰跟我寫這個 這個呢 夜字不是平聲 夜字是質聲 夜夜夜 但是很多人仍然都是用夜 今夜好些 所以要改成平聲 我們應該改成金燒 燒小燒 燒就是平聲 金燒年尾 明日年頭 這個就很漂亮了 年年年頭接年尾 因為月和年 月和年 鄧下講這些是有重複的 我又說不准重字 鄧下會講 所以這裡 逢二四那些位 就平質平質這樣 就要間住的 這樣去的 這個呢 也是 一般就以五個字 和七個字 以五個字 或者七個字 一句做最普遍 五字暖 七字暖 但是一字暖也有的 蜜字 對什麼好呢 蜜字對什麼好呢 對全字 百度百尊 啊 厲害 對得很工整 你都說要對個 對個拍字 是吧 蜜字對個拍字都可以的 是吧 有五行五行 白 有藍色對藍色 什麼 所以一字 一字暖都可以的 有一字都可以對的 一個字都可以對的 兩個字的 好像 最近我剛剛 出些迷語給人猜 這樣 因為我收到一位 先生 他就說 新年在晚宴上面 他就負責出迷語 就給我猜 我猜了之後 我就想想想 我就出一些香港地名的迷語給他 我自己作就是青海 不是黃海 答案就是青山 你黃對青 海對山 我出一個星媽 我猜一個行業 那就電子 有人做個月老出來 月老 媽媽媽 老老 都可以 老都可以 但是月老不是行業 有人說 月子 月子就不行 所以電子 是一個行業 這些星電 可以的 是一些天然的東西 所以可以合在一起 紅梅菊 以前我們獅子山過了之後 我小學 經常去紅梅菊旅行的 也可以對黃竹坑 紅對黃 梅對竹 菊對坑 全部適合 很漂亮的 這個金多寶 對我們的豬小孫 金是顏色 豬是紅色 多 但是這個 鞋陰對 就是借對 因為多小就小 這個大小就小 不應該同的 所以就借對 借它來對 寶 寶寶 也都是有 寶寶小寶 也都是孫 孫 所以這個也是金多寶 對孫小孫 四字戀也都有 我們經常有說的 綠神無主 對回數字 神這些名詞 綠神無主 神外身體 精神是虛的 都可以的 即是說 無主 朝天 動詞對動詞 一樣 名詞對名詞 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 這些全部都是 雖然我們說五字七字 但是我們也有這些 一二三四字都可以 甚至一字都可以 寶寶寫出來 但是 我們說的是 字數據數 所以我要說一些分句 如果少於七個字 就不能夠分句 就像剛才那句 天真歲月 人真壽 不能夠說 天真歲月 人真壽 不可以的 因為少於七個字 就不要再分了 就不能分句 OK 少於七個字 就整個亂了 當然這句不止七個字 這裡有四個字 你說分句 惡吐這裡有四個字 是啊 這裡可以分 因為這裡有多少字 四個字 八個字 這裡有多少 十二個字 十五個字 整句是十五個字 那你就分三句 分四句都可以 兩個字 一句 一句 一句都可以的 這句總共只有七個字 不要再分句了 六個字 不要再分句了 不能分的 OK 但是讀的時候 我們可能天真歲月 停一停 人真壽 可以這樣 春滿乾 勤福滿滿 所以生意興隆通四海 要連在一起的 蔡元廣進達山崗 讀的時候可以停 但是不能夠分句 不能夠說兩句 OK 我請問 這個是講對聯 你如果這樣寫詩詞 是不是差不多 原則就是這樣 詩詞 還要講穩 講音韻 因為我還沒講完 這裡只是講評則 詩詞就更加 格律就更加嚴格 所以我都是玩一下對聯 詩詞就更加 還要再嚴格一些 即是說 格律師是比較嚴格 絕句就沒有 如果律師裡面 中間那兩句 律師規定是八句 八句中間那兩句 中間那兩句 或者兩比 就叫陷聯和頸聯 那兩聯一定是要對對的 一定是要好像對對那樣對的 頭那裡是不需要的 頭那兩句是不需要的 但是道府 登高師 也是一樣的 風急天高 袁紹哀 也都是對的 也都是 我們主稱三八 這個廖飛匯 直接對到很公正 頭那兩句都對的 即是說 我們就不需要這樣 咦 為什麼弄到這裡 ok 是 是這裡 跟著 跟著第二 講句數那裡也都講了 上下聯每一個字 就叫句腳 最尾那個字就叫句腳 這裡好像這個就是句腳 這個又叫句腳 這個又叫句腳 因為我們分了三句 所以這個就叫句腳 每一個字最後的句要平側對立 就是平側雙咬 對立 就是大家 這個是側聲 這個下聯就要平聲 如果這個平聲 下聯就要側聲 就是句腳一定要對立 ok 那對這些字的側和平聲 你都要反應 是要懂 但是本來我這個 講這個簡介的時候 我就說 對戀的來源 剛才講了 第二部分應該就講 聲調的認識 就講平質的 但是呢 因為我準備 我自己是 不是很懂得 弄這些高影片 不是很懂得弄這些 菲林那些 我叫兒子 那他今天才跟我弄 我都是很問 所以我就拍了幾張那些紙 我打算 才講聲調 不過現在 無端端 跟著講了下去 我先講了要求 等一下再跟你回覆 但是平質究竟是怎樣分平質 ok 這個就是講的要求 那他應該是以國語為主的嗎 可以以國語為主 平上去入 國語是四聲 平上去入 有音平陽平上上升去升 就是四聲 媽媽媽媽 就是四聲 但是我們有九聲 九聲都是平上去入的 都是一樣的 總之平就是平聲 上去入就是質聲 就是這樣 這個是審約發明的 就是這樣 平上去入 是 如果這樣講的話 國語那些古人 是 是 作這些這樣的 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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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唐朝的時候 是 是 但是現在就算國語人 他作 一樣 是可以 他也有四聲 那頭兩聲都是平聲 所以剛才你看到的圖 我就說 那個尾 那裏 這個句腳 這裏是 分句 這裏 留意這個字下 分句 才是 平側對立 但是 最後那句句 就是 抹句之外 就是 一定要是側收 側起平收 就是 一定是要 抹句 最後那裏一定是側聲 平聲 一定是側聲平聲 最後 整句 整隊隊 最後 就是一定是側聲平聲 OK 一定要側起平收 這個就是 規矩 當然也有破格的 也都可以 當然 所以這個就要側 這個就要平 那就是 你剛才問什麼 我剛才說 那個 以前他們的認識 是不是根據 國語 是的 沒錯沒錯 是 是 根據四聲 就是根據四聲 因為唐代 剛才說了 唐代的時候 它已經音韻學 其實在魏晉南北朝 已經是 我們文字學 本來是有 這個音韻 訓古 和這個 字形 有三部分 我們漢字 有三部分 有個字形 你要念 看字形 讀音 意義 就是形音義 我們一邊讀書 一個字 我們都要看形音義 我們就叫做文字學 意義 我們就叫做訓古學 而音 我們就叫音韻學 而其實 以前古代的文字學 就說 三個合在一起的 但是現在呢 其實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魏晉的時候 已經音韻學 已經分家 漸漸 因為它發展得很快 就已經脫離了這個文字學 那裏 訓古 現在文字學 其實就是看字形的 只是形音義 我們只是看字形的 而音義 都可以這樣 所以 其實你的音 就跟語言學多些 所以 音韻學 就已經分家 到魏晉的時候 就已經很高 到唐代更加 因為開科取是 剛才說了 要用師傅來開科取是 也都是有 根據港韻 唐韻 那些音韻的 所以呢 就變了 是 比較嚴格 那當時唐代 也都是根據 用它的口音 那如果你說 唐詩那些音呢 就其實就是 我們的廣州音 就是我們廣州話 就是等於 我們廣東的音 因為是我們現在的 廣東的中洲音 就是說 就是等於那時候的唐音來的 所以就是 就是 你說用 但是國語呢 一樣可以 現在對對的國語 那些一樣是可以 因為國語裡面也都有四聲 國語的四聲 就是平上去入 不是 國語平上去入 它是 音平 陽平 上去 就沒有了入聲 所以第一聲 第二聲 是平聲來的 音平 陽平分別都是平聲 上聲 去聲 第三 第四聲 就是質聲 所以 根據 就算是國語 都一樣是可以得的 就是說 所以 答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國語那些 一樣是可以用回 它國語人 用回 現在的國語的 平上去入 因為國語得四聲 媽媽媽媽媽的 得四聲 但是我們呢 這個 思思思 時思 就是 思思識 時思思食 我們呢 有八聲 識識識 那就九聲了 就是變成了 廣東話有九聲 那無論 就是 第一聲 第四聲 是平聲 所以就是 其他的七聲 都是叫側聲 那我們就有 多些範圍可以作 就是多些範圍可以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呢 就是 剛才 麻煩你讀一讀 最拉尾那個 在哪裡聽 是 是 跌 跌盪人生 跌盪 跌盪人生 這個呢 就自己 就自己作 這個呢 哎呀 問 咦? 剛才還有嗎? 先 哦 沒有了 是 這個就是 問瘡亡大地 誰主浮籈 是毛澤東 沈元春 那裡其中一句 那裡 但是呢 這個 因為浮呢 浮呢 是平清 所以我只是做了下聯 上面那句呢 是我們自己作的 是 對上聯 對上聯 放在上面 上句是自己作的 你作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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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 這句呢 也是一樣 這句呢 其實呢 也都是 有一個 在鄉下 有一個人家 很沙塵 他爸爸又做官 又 不是 做不到官 進士呢 只不過呢 是可以參加這個電視 就是 考到 會市合格 那就去 去京師 去那些叫進士 準備 但是呢 就 未到狀元 或者進士都 他可能都收的了 都收那些 就好像香港小姐 你拿第三名 拿第幾名 他都給你簽合約 那樣 進士 他爸爸又考到進士 他媽媽 不是 兒子又考到進士 父子進士 啊 很威了 那下戀呢 就貼在了大門口 婆夫人 識夫人 婆識夫人 很威地貼在這裏 那 怎知道 第二天呢 有人呢 就不抵得他 就將他改了 改了做什麼 知不知 將他劃長一點 扶進土 子進土 扶子進土 扶子進土 那你沙塵 人家就這樣 改了他 這個就婆什麼呢 婆識人 撇下去 識識人 婆識識人 啊 這個 這個就是 你太沙塵了 所以風亡太怒 所以就不要那麼沙塵了 但是呢 這句呢 有人是講這些故事 講了出來 但是這裏都很流傳 很廣 但是你自己看一下 要跟平質 這個質升 這個平升 這個質升平升 那這裏呢 這裏沒有問題 但是這裏呢 就要平質相對的 這裏有問題了 所以我就說他犯平質 那是怎樣修改呢 怎樣將他的美容呢 怎樣將他修改 修改好些呢 是 是 是 這個 如果是國語的話 這個是平的 是 是 國語是平 國語是平 OK 國語是平 國語是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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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應該國語沒有問題 Sorry 廣東話就是 廣東話有問題 國語沒有問題 沒錯沒錯 所以這些就是 如果廣東話呢 你整一下 我剛才也想一下 不如這個做輕進士 這個嫂 嫂夫人都行 輕嫂 就可以 婆 這個 這個就變了 輕 這個就變了輕 輕是平的 輕 輕 那上面平 下面這個 這個嫂是質升 那就平 對個質就行 你上面沒有 你上面沒有 上面沒有 其實要改這個 因為這個是質質 這裡不可以 但是這裡沒有問題 因為這裡是美 所以要改這個 這個改一個兄字 兄弟的兄字 於是乎就搞定了 好 兄弟正式 誌 紫還有 古語 Grad 知是不是 知神 只是 對 所以我沒錯 因爲 其實就是這裡是範平側 而不是這個 這個沒有事 主要是這個事 因為這裏要相間 要側側 如果我這裏改成輕 designed 輕字 輕就사가平 所以要改 都要改 但這個沒有關係 傅俊氏 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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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婆夫人 嫂夫人 婆嫂夫人 婆夫人 嫉婦人 都是可以認識的 卿都是認識的 婆嫉婦人都可以 改一個姓氏 我搞錯了 改一個嫂字 這個就是這樣 我剛才看到就有這樣的問題 跟著 這裏就是 除了最尾那句 除了最尾那句 句腳 句腳就是最尾那個字 就是 不受上戀是要質收 下戀平收 就是不上 最尾一定要這個質這個平 最尾那句一定是上戀質 下底平 但其他那些不用 這裏就剛巧是這個質這個平 因為全部一樣 所以這樣 我們看回前面那些 這裏 這裏你看 這裏你看 這裏 這個平這個質的 是吧 不用尾那裏是質 這裏平 這個質這個平 這裏是質平 這裏一定要質平 這裏一定 不一定是質收 但一定要平質相對 都是一定要平質相對 OK 那現在就講了 第一樣 先講分據那裏 那裏 指數那裏 都很多事講 上下聯個個分據呢 這裏 我想請問 以後這裏的情節 你肯定是先做了個句子 先然後再去配音 是嗎 是啊 你可以做了個句子 再想其他對的音 OK 是啊 上下聯個句本身 在偶數為止上面的字 要平質相隔 你看到 在偶數為止 每一句 每一句有偶數為止 但是這個二字 它沒有第四的 所以不用 那這裏就有了 這個第二個字 第四個字要平質相隔 那這裏質聲 那這裏一個要平聲 所以這個是錯了 OK 一定要平聲 那這裏是平質相隔 平質相隔 OK 那這裏也都是 這個第二個字 第四個字 所以二四六是要嚴格 一三五是不論 但是第五個字剛剛是尾 你就要淪落 就要看平質 所以你看看這些 這些不用 這些位就不用 所以 剛才陳太問 是不是作了一些辭聖 作了些什麼 其實對對的最重要就是 辭聖 和平質 你要搞定 那你無論你作什麼 你的意思又要好 你又要看那個意思 那你當然 一作的時候 怎麼作呢 當然是看那個意思 辭聖 然後用那個意思去作 再看那個辭聖 對不對 不對就砌 砌的辭聖 再看那個平質 對不對 那你又要砌的平質 所以砌先砌後 你怎樣都要砌的了 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裡是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二四就要了 這裡二四又要了 所以你看看全部是平質相間的 那前面那個我不再回頭了 這些全部上下 上下兩句都是要自己本身要平質相間 OK 二四 就是偶數 偶數位置一定要平質相間 我有例子的 上聯各句呢 上聯各句和下聯各句的偶數位置 又要平質對立 就是大家平質相拗 就是 只是看 看什麼呢 看這個 看這個位置 OK 這個質這就要平 我漏了寫了 這個質這就要平 這個平這就要質 這個平這就質 因為這裡是一句 兩句三句 它超過七個字 我們可以分很多句 甚至你把這個 這個春梅尾分開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這裡平質不對 剛剛對質 如果這裡平 這樣就不行了 你可以把春梅尾這裡 把它分開 都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 但是現在這樣就無需分 這個就是 剛剛春節的時候 就是有一對 有一個列治民圖書館 就是有一個精聯比賽 那它就是 上聯就是大地春梅 春山春水春紅春綠春梅尾 這個就是 我自己對了 我交了其中一條 就是 青檀月影 月餅月琴 月亮月圓月桂香 那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一條 那等一下看完之後 我這裡下面還有兩條 就給大家再參考 我等一下回到這一個 這樣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跟一句之間的平質 質平有沒有規定的 可不可以 質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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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可以不可以的 可以 質平質平質平這樣可以的 即沒有一定的規律 一定要間隔 譬如這個質起 你這個質 這個就要平 如果這裏連起來 那這個一定要質 就是一定是質平質平 是的 如果不連 你就分開 你就任得你起了 第二個字任得你起 由第二個字開始 這裏連起來的 平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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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如果平質平質平質 如果這個是開頭 這個第二個字 平質 這裏連起來的 平質平質平質這樣去 某數 是的 那有些呢 就是馬提韻 就是說 如果這個平 這個平 這個第一個字又平 通常一三五不論的 如果第一個字又平 第二個字又質 這個又平 這個又質 那就變成平平質質 平平質質 質平平質質就好像馬提 就叫馬提韻 但是我們沒有 沒有需要限這個 沒有需要說一三五限 你一定要這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樣 那些人就叫馬提韻 就好像馬提一樣 但是這個 所以這裏 為什麼要分句 其實我都告訴你 這裏可以再分句 如果你這個 你這個不是質 這裏是質平 那你連句就不行了 如果這個質聲 OK 如果我這裏是春綠春紅 春梅味 這樣就不行了 春綠春紅就不行了 春綠就側升 春紅就平升 再春梅味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現在沒有問題 我怎麼擺都可以 OK 但是 因為它上暖是它出的 就是這樣 它就可以這樣連一句 但是如果真是春綠春紅 春梅味 我都要用春梅味 那我可以將這個春梅味 離開它 整個逗號 或者怎樣 就變成第二句 因為我這裏有足夠的字數 超過七個字 可以這樣 就拼了 你作而已 是吧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 就是問得好 就是這樣 所以分句那裏 都很多東西說 就這樣說 句數相同 大家句數相同 字數相同 怎樣叫句數相同 字數相同 就是這樣 所以在英文來說 沒有辦法做到這些 是吧 盧博士 英文這些 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我們是 因為漢語 那些漢字 是方塊字 第一 方塊字也是 你剛才好像對對 那樣放在這裏 直落 這個對這個 是不是 所以 英文都有對的 英文都有對 但是你平質不行 沒有可能一個音的 英文是幾個音的 你有平音 重音輕音 是啊 是啊 你是C C是要對的 可以這樣 但是 但是 但是沒有說詞聲 平質 這個你就搞不定了 要字數相同 第一個字數相同 你就搞不定了 你Y的時候 你的字數相同 你就搞不定了 是不是 是吧 中元輕就是 有一個質 就有一個平 是啊 雙數 雙數位置 是 再講多次 雙數位置 這裏就是上下聯 雙數位置 這個質 這裏要平 譚是平 我整漏了這個 這個平這個影是質 所以這裏要平質相對 這裏要平 當然下戀當然要看上戀 所以一定要平質相對 OK 雙數 就是雙數位置 一三五 不論 最後一定要質 下戀一定要平 剛才說了 這是規矩來的 最後一定要這樣 那我們 打球都有規矩 我們不可以不守規矩 一定要守規矩 不可以不可以 我這個很漂亮 平升行不行 阿sir 你不要握得這麼緊 沒有 那這裏就不是對亂 你不合乎 不合乎要求 這些要合乎要求才行 那第二件事 就是自己 二四又要平質相隔 二四六這樣 這裏有一百個字 你到二四六八十 那裏要平質相隔 所以你當然 你越長 你平質相隔 你就限死你自己的字 所以就要分據 分據就可以重新再起 你就不用嚇死你 要不然你自己本身這句 這裏都要平質相隔 這裏是平 這裏是質 這裏是平 這裏是質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 春綠春紅就不行 春綠春紅不行 但是春梅 紅和梅都是平色 那就不行了 因為你平質不相隔 那就不行了 那除了自己 自己雙數位 平質相隔 也都是要這個 上下 雙數位 上下亂都要平質相對 相隔 這樣 這裏也都是雙數位 自己本身 雙數位也都是平質相隔 如果你這裏是能夠平質相隔的 那這裏 如果這裏是對通的 那這裏一定是自己 都會是平質相隔的 就是會是對立的 就是這樣 OK 那就算了 等一會廢樹翻轉 不過等一會翻轉看 你可以看看 另外一句就是 鮮鵝越旺 越電越宮 越廣越寒 越夜深 碧海青天夜夜深 好嗎 這個就是 想著上河軍藥 或者有破綻的 等一會你們看看 有什麼破綻 還有一句就是 黃梅雨降 雨點雨絲 雨配雨飛 未雨無無 這個也是黃梅天 可以說有破綻 也可以容許的 這個等下我會再講 等下回頭講 本來我想給大家 講完之後給大家看 等下大家看看 這裏有什麼破綻 有什麼 不過現在還沒講到 等下再講 OK 講第二個要求 我有十個要求 現在才講到第二個 平質 講據數 這個其實平質要求 剛才講了 上下聯本身的偶數 要平質相隔 剛才我說 每個分據都是要這樣 OK 每個分據 現在是講一句 這個又是自創的 這個連海是誰 這個曉波是誰 這個 這個呢 這個獨奶粉 獨奶粉 是的 蒼天垂淚如連海 天下 下雨 好像海 黏著海 那樣 這裏 講普通話 戚子 含冤 蔡曉波 那個戚子含冤 就是在那裏 好像在那裏 在那個曉波 那裏比賽 或者怎樣都好 任得你怎麼說 但是 如果你知道有東西 你就知道後面 原來有東西講的 瘡就是顏色 戚也是顏色 天子 全部垂淚 這個動詞 含淚 全部動詞 全部對 所以就是 連海 就照連海 我就講 這個曉波就是什麽 劉曉波 那其實 你可以有另外的解法 你可以 他都很慘 很冤枉 你看來好像 哇 下雨下去 好像連海 那樣 在曉波那裏比賽 那樣 這個 這個就是平則相鑑 平則 平則 最尾 本來這個 不是最尾就不用管 一三五就不用管 但是 但是這個二四六 就一定要平則相鑑 二四六一定 上下又要平則相鑑 OK 平則是要對立 這個 自己那裏要平則對立 下戀也是平則對立 最尾那裏 這個就不用對立的 這個平升都可以 但是 你這個不可以平升 這個質升都可以 這個連接是質升都可以 如果剛剛 連接質都可以 質質都可以 因為你這個最尾 你這樣連接就可以 但是如果這樣就不行 這樣質質就不行 這樣質質就不行 二四六這樣就不行 OK 但是你第六第七個字 這樣就可以了 第六第七 質質都可以 沒有問題 為甚麼會這樣呢 為甚麼它的質聲 那麼 它的規矩平平都可以的 它的規矩就是這樣 最後要質 是 為甚麼它的質那麼重要呢 質聲就比較好些 就是你一開聲 後面比較平些 是好些的 就是一開頭你的聲調 比較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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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啦 所以就是 後面是比較 比較 它都是說 比較應該是 是啦 後面響亮一點 是啦 沒錯 比較長一點 沒錯啦 因為你後面是比較長的 你都是拉長的 這樣 有穩密一點 沒錯 上聯句和下聯句 在對偶位置上面 要平質對立 就是等於那些分據的要求一樣的 是吧 尾那裏要平質對立 那這裏 這裏就閉門陳山問水 妖室種木災春 那 有甚麼問題呢 這裏犯了平質 你看看這裏 門和山都是平 室和這個都是質 不可以 就 就不可以了 這裏不相宣 這裏不相宣 是 平平 這裏側側不相宣 怎樣改到它可以 那一看就知道要改這個字 是不是 如果你改這個字 這個側側又不可以了 因為它是二、四、六 剛剛這麼巧 你這個是六 第六位 所以又不可以了 所以就一定要這裏平則這裏對 這裏側平則 但是這兩個有問題了 閉門可以甚麼 閉戶都可以 是不是 閉窗沒理由沉山問水 閉窗是很拖 所以這個意義 辭聖又對 側聖又對 又對 但你的意義是怎樣 你又要看 閉戶 門是戶 一樣 是不是 閉戶 閉戶怎麼沉山問水 閉門也是很難沉山問水的 它原本已經是有問題的 這些全部都是有什麼對聯幕 有什麼大人物作的 那間公園開幕的時候 它就作這些 大人物 但它就是 閉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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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頭了 就是平平平側 這個呢 你可以改側 平側 側 咦 我經常按錯了 Sorry 不要看 這裏你可以側 平側 側 側 都可以 或者是改這個 改平側 後面一定要側 但這個不用理它 這裏不用 因為這裏是二四六的 現在我們改 所以我改這個側 是不是好過 改這個側 平側 好過改兩個字 我們改一個字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改這個側 平側 這個側字不要緊 因為你是單數 那裏單數不需要什麼的 OK 所以我們就改這個了 這裏下面又要改這個 怎樣改呢 這裏下面就是一張長杏歌 三曲清平調 是吧 清平調有三個 怎麽樂業一張長杏歌不 它一曲都是一樣的 是呀 它都是有問題的 真是不知道的 三張清平調都是一樣的 是呀 它是不順口 是呀 改成怎樣的呢 三曲啦 三曲 那裏下面就是一曲 下面就是樂業一張 你剛剛這裏 這個曲和章都是一樣的 一個幕章 一個曲詞都是這樣 上下倒轉 上下倒轉它 反正都是這樣 但是你說那個意義啊 意境啊 那個意義啊 你都是 如果我不改你 你不要講平質了 你的意義都是有問題的 就好像剛才阿彪說 都好像很垃圾那樣 但是那些大粒老作那些是很多很垃圾的 哈哈哈哈 但是他就是 有名什麼都可以 有名什麼都可以 是呀 OK 上戀最後一個字就叫做句腳 剛才都講了 那就要質聲 句腳 其實剛才都分句都講了 一樣的 那這裡就是 辭聖要相對了 所以講完 講完句數 字數 評則 我們就講辭聖了 辭聖上戀和下戀 每一個位置 不是1 3 5 2 4 6 1 2 3 4 5 6 每一個位置的辭聖都要相對 就是 名詞要 對名詞 動詞要對動詞 這樣 那數量 哎呀 死火了 這個他真的不懂 我兒子和我搞到 這個呢 我就想說 咦 哎 哎呀 將他 將他變成 本來我是打直寫的 他現在可能不夠位 我都不知道 他可能不夠位 將我打橫了 這個是很出名的 就是杜甫的一首詩 他就是 兩個黃尼 名翠柳 那我說這個是數量的 那這個是不是有數量啊 我應該打直就容易看了 明白嗎 但是我兒子將它打橫了 我還寫了那個名詞那些什麼 那他跟我 不過算了 就兩個黃尼 個這個行是兩詞 那這個是顏色 其實是形容詞 連黃 白都對上的 這些真是很工整的隊來的 這些真是工隊來的 這個名詞呢 大家名詞 這個路呢 如果一條路的路又差一點 但是它是白路 這個路呢 跟這個尼 黃尼 那兩隻都是料類來的 對得多工整啊 但是如果你名詞都可以的 已經是 我們就叫做寬隊 但是你現在這樣 這個簡直是工隊 簡直是很工整的對法 這個杜甫呢 就是 雨不驚人 死不憂 他真是 下不如有神作 真是很精煉的那些東西 全部很漂亮的 他就是讀書的 李伯呢 懷疑 不過不要亂說 懷疑他不是很讀書的 這個名字就是很飄逸 就是破格 我想這個讀書比較多些 這個我自己亂說而已 兩個黃尼 名翠柳 你看全部 對著名 他的想 這個動詞來的 是的 這個翠 這個青 也是顏色 就是形容詞來的 形容詞 而且色都配上的 這個天 柳 都是名詞 是不是 這個很漂亮很漂亮 平質是適合了 字數也適合了 很漂亮這些東西 慈性一定要相對 所以最重要是平質和慈性 這裏他是同一個對方的 哎 真是 酒債 尋常行處有 人身七十 古內禧 也都是杜甫曲江詩裏面的其中 他有很多首 好像是第二首其中一句 就是一對 哇 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第三第四句 好像是 這個好像失策哦 酒對人就行了 但是酒債 人身 都是很牽強啦 但是 尋常 哇 這個七 為什麼呢 這樣都對得到的 那是不是慈性失對呢 哇 他是杜甫來的哦 第三第四句哦 這個呢 我們可以說是借對 尋呢 一尋就是八呎 八呎為一尋 所以這個可以當它是八字 你當它是八的意思 尋呢 就是十六呎 一尋是十六呎 兩尋為之一尋 那所以也都是數字來的 那所以這個呢 尋常呢 是借 這個尋常呢 本應是一個 是富池那樣 差不多 好尋常而已 好什麼這樣 但是 但是現在呢 七十 就是這個七是數字 尋是當八 這個就是兩尋 十是對數字 所以這個呢 都沒有失對 都沒有 就說它是辭聖失對 但是都不是那麼好 這句都不是那麼 行處有啊 古來欣啊 行處就是隨處有啊 隨時有古來啊 都是有啊欣啊 都可以得 那這裏都是一般的 但是 它都是叫借對 都是可以對到 OK 這個就不行了 這個就陷大財小用 而常用 頓見無封 聖有封 哪裏不可以 用同封 對啦 用同封 對啦 不可以啦 所以就辭聖失對 好啦 講完辭聖了 大家知道我辭聖 我隨便舉個例子 辭聖要工整 這裏工整有很多東西說了 那文句 第一要文句通訊 不要刺屈 烏牙 就是 不要我們廣東話好 爭口 那就是 如果你說 山山 西山 你那些句 作這些句下去呢 你是不是 當然它沒有 你大家知道 音樂差不多一樣 它就 當然 嘴嘴 沒有問題 你連起來嘛 如果這裏三山 你讀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好像 西山 所以你就避免用 因為 你僅有一個是單數字 你可以用 那裏是不限理的 所以 雖然這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這個平式 都是放在一起 但是你讀得很爭口 你明不明白 所以 現在就是 要避免這些 不過我隨便舉例子 不過你很多 有些句 最好通訊一些 那我舉個例子 意思要合理了 你的意思要合理了 好像這個 國暴夫窗 格格孔明 朱國梁 這個很難對的 這句 那這個呢 就是 有一年 大概 不知一一 一二年 他們 有人出了這個 不知是 麥可英他們 出了一些獎金 叫我平 但是呢 他們呢 就是 有這兩句 我收到 有些這些 就是 這個就說 文豪 讚對 這句很難對的 這個各字 和這個各字 是不是一樣 各部夫窗 那你還要 格格 這裡又要廉詞 那這裡要 如果你說 只是這個團團重落 是 不知是什麽來的 你團團雖然可以 但是你要 格格孔明 各部夫窗 就是 有些布 各部你知是一種布 粗衣麻布 各部 一些各部用來夫窗 封住了窗 那些窗口 有些窗花 那樣 夫窗就是用來封住了窗 格格孔明 那些窗 是不是一格格 那樣 敷了那些窗 格格 那些洞 都透光的 諸葛亮 葛就是這個葛布 每一個葛布 都透了光出來 都亮的 那這裏是有意思在這裏 哇 那你很難 你下面也要有連貫意思 人家是格格孔明 格格的洞都光的 所以 這四個字 要是 要是有意思的 你團團重落 團團重落 有沒有意思啊 什麽叫團團重落 我不知道他爲什麽 就是團團圓圓圓都重落 語文恩 就是 宇宙整個 整個宇宙都為了這些 做這些文豪作對 那些 整個宇宙的文豪都很歡欣 那樣 團在一起就很快樂 或者是這樣 但是這個很牽強 團團重落 但是都叫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例子了 就是好一點的參賽者 那我拿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其實還有 還有十句八句在這裏 不過有時間才給你 這個又 這個他就拿一個古人叫 宇文恩 他的名字就叫宇文重落 有個字 那這個諸葛亮他就叫諸葛孔明 所以這個是很難對的 那你格格孔明 這裏一定要有意思的 你如果沒有意思就不行的 這個字又要跟這個字相同的 文又要跟這個相同的 那這個參賽者有幾好東西的 孫 和這個孫 有一個人叫做蔣孫敦 他又叫做蔣孫孝友 歷史上真的有這個人的 那不知道南北朝還是哪些 那諸葛亮 諸葛孔明 那這個又好像好一點點 家家 孝友 蔣孫敦 但是那些辭聖呢 好像有些問題了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這兩個都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 這個如果他改了呢 後來改了做形形 改了做這個形 形亂的形 那就又好一點 形形重落 我後來才看到 我就沒有改了 這個金燒寫 趕不及 那應該寫回形形重落就好一點 所以你就要合理 他頭頭參加的時候 頭頭就做團團 團團好像沒有什麼 然後他去想想 就改了形形了 在那些 刑處那裏 大家是贊隊嘛 對隊嘛 關峰走 那好像還 Can we have a little more pants… 都還可以 不過是猛蛭呢 始終都是不知道原因 OK 所以一定的呢 要不要迂迴暗晦 就是這些 但是又要有對象 有關聯 所以對象這裏又是很重要 這個就很漂亮的 對象有很多種對象 落下與孤暮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這種呢 這種是more than enough的 它本來是自己落下 秋水 孤暮 長天 已經是很漂亮的 是不是對象 但是它這個落下 自己都可以對上 落下對孤暮 行不行 我這個拿去對夏暮都行 秋水對長天 是不是也可以 這裡上下有對 自己有對 這些叫自對 自己都對上 自己上下暮都對上 這個也是 這是黃渤的 大家知道藤王國罪 這個就是李襄隱 其中一手 你看看 游峰妖母蝶 游峰母蝶 是不是可以對 自己上暮都可以對的 這些就叫自對句 就是很漂亮的 沽鳳接離聯 沽鳳就離聯 沽鳳離聯是可以對的 但是游峰對沽鳳又漂亮 這個母蝶對離聯又可以 所以這個就對得很公正的 一定有一個對象的關係 OK 但是這種就是普通的攻隊 普通的 這種就是自對 就是自己都對上的 這種當然是比較最高境界 比較厲害 這個 聶九 終衰 山上壯 將軍 南面 陣 中亡 這些全部都對上了 這個也是槍陷西嶺千秋雪 也是游峰的詩來的 很漂亮的 就是槍陷 槍對門 陷撲 梅撲 東吳萬里船 你看看這個 西嶺千秋雪 東 西 是方向 西嶺東吳 這個千萬數字 所以很漂亮 這個叫做攻隊 這個 恩提百里 這個聽說就是王羲之 剛剛由 山東臨兒人 搬了去這個潰溪三恩那裏 就是現在的邵興 浙江邵興 他住在那裏 但是他是山東人來的 他長住那裏 他剛剛去的時候 他就作了一些對戀 就說被人偷 就說恩提百里 燕與藍交 恩對現對 提對與對 百對藍呢 這個數字 這個是方向 都可以 北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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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u 巴 巴 巴 北 巴 不理 恩提 不理 但是這個其實挺好的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說是借對 就是說變成你是借對 就是你不離譜 譬如好像這個8這個數字 它大家都是 詞性都一樣的了 但是就是沒有這麼精細 就是有時候我們不可以這麼精細 就是說變成一個是方向詞 一個是數字 都可以的 都可以那些叫做借對 這個好像這個也都是白居易的一手 也都是草對頭 青對白這個就行了 臨見 水對花 山水對花都算了 地對人 這些就叫借對 就是不是很離譜 但是不是借對這個輪不對 就是類似的 就是類似的那些 但是不要太離譜的 就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有些 有些 有些就是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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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很正 好 好像三對五 三星 布蘭迪 布蘭迪 和黃梅天有什麼關係 上戀和下戀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聯就要聯了關係 但是它完全沒有關係的 上下戀 但是它又可以三對五星對月 白對黃 藍對梅 地對天 哇 很漂亮 我們又漂亮 這些叫做無情隊 即是說 它是無情 這裏連不到的 這個何淡如 一拳打出眼火 對面看見就牙煙了 一就對 對 數字來嘛 拳對面 打就對看 這些 火對煙 眼對牙 好啊 四面雲山 誰作主 四面雲山一頭霧水都好啊 不知中 即是說 又是四對一 面對頭 頭對面幾好啊 這些 雲霧啊 山水啊 全部都對了 這些是幾好笑的 法國荷蘭比利時 但是如果這樣對 公盤圖理真名又是沒有 這個又有趣啊 又是 有酒不放 腰月飲 無前馬得雲吞 有對無 酒對前 不那 防得 腰食 月飲 雲吞 就是 飲吞都可以的 月對雲 都可以的 所以很對 但是這些也是 張之洞 他說張對圖 對言 對庭都可以 就算兩個字都可以 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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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 溶溶 這個都幾有趣的 這個上海自來水 這些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回民戀 就是回民隊 等一下有時間再講 就是又是不拉家的 山中樂業 從上海自來水 又不拉家的 但是對得很美 所以就叫做無情隊 講了磁性 字數 那些 意義 工整 其實工整是很重要的 都是 怎樣叫做工整 要有關聯的 OK 哎呀死了 又錯了 好了 這個就不是用簡 這個就 剛才講了 就是 剛才在簡介我都講了 就是說 我們一般都 如果不是什麼 我們都不用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用的時候 下戀是用句好和感嘆好 意境呢 就要言之有物 你看看一副對戀 平則合規律是基礎 對戀工整 當然要關鍵 剛才講了 上面都講了 但是 兩者都是手段 但是 意境徹底才是目的 所以對戀的核心價值 就要有 有意境 你一定要言之有物 這樣 有個意境在那裡 他好像清朝這個徐宗鋼 他有一個泳探師 他就說 一美黑市 柔有骨 十分紅柱變成灰 那 你看看 現在是代表什麼呢 他就是講了一些官場文化 當你剛剛要打進去的時候 你那個炭呢 都還有骨氣 剛剛進去官場的時候 都還有 要託要什麼 你還有一些骨氣可以講 到最後呢 哇 到你變了紅人 十分紅人 變了灰 就是變了 你根本就沒有了骨氣 軟臉臉 全部沒有了 那就是說 這裡是話中 話裡有話的 就是看來就好像那個炭 一對十分 黑市 紅柱 好像是看來什麼 但是 這裡有個 就是講個意境 講那個 那個 你究竟這個對聯 是想 是不是有話要講呢 就這樣 就這樣 好了 不可以有些不規則的從字 不規則 但是規則那些 我們接受 剛才都有春山春水 那些春蜜蟲 我們就是接受的 那好像這個 北京 瘟市 速立一東一西 很普通的 那些好像是 當好像散民那樣 華人家人協和天南地北 你看那個 人字和人字 一字一字 那些都不對立的 就算真是 如果內容有需要呢 上戀出現兩個 或者以上的相同字 下戀必須在對應位置 用 重字 是可以得 那為什麼要 可以放寬這樣用重字呢 這個又是自己作的 魚翅餃 很難有魚翅 唐人街 境無唐人 現在好像唐人街都沒有什麼 那就是 又是這個 這個就是規則的從字 就可以得到的 那這些 炮竹星星 持舊碎 星星 它是疊詞 很多時候用疊詞 我們都用的 很多疊詞 都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這個 你是要 要改的 都可以的 你看一下怎麼改 如果這個 這個形身春 有些人就形身春 等一下講 等一下講 這裡你可以說 炮竹星鐘 持舊碎 如果不想 梅花 香呂 報生春 都可以的 都可以 那你就不愛了那個 劫詞 這個 即從巴赫村無赫 便下襄陽 向洛陽 這個就是詩裡面的 那巴赫 無赫 那這些地名來的 那兩個客人 一定要接受的 那個地名來的 它是地名來的 那這個 這個 襄陽 諾陽 有時有專有名詞 譬如黃鶴流 那樣 作師都是 不准有蟲 但是 你有時是黃鶴流 你會講個黃鶴 那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都要放寬 所以就算是不同位置 現在就說 就算放寬都放在同位置 這個就做得很好 這個 所以 全部都是放在 重的 都是在同樣位置那裡重的 明白嗎 那這個就 沒有問題 那當然 這個又是 又不同的 這個就 就是 舞台小天地 天地大舞台 那我們是 在這個 氣台暖 這個就很出名的 舞台小天地 天地大舞台 那其實這個呢 是很有哲理的 是不是 那這個暖 那我們又 不是喔 這個又 跟這個位置不同 這個天地這個位置不同 我們都接受 這些就是破格 這樣 合掌 合掌 合掌就跟剛才說那個 剛才說要有關聯 那些人就以為真的有關聯 那這個呢 也是 麥可英就出了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上水居民居水上 其實就是 黃瞻出的 一個 所謂 比較黃色的暖來的 上水居民居水上 那他就 有位 麥可英先生呢 他就 出了一百元獎金 就說 給大家 就是 對這個 對這個 我也都收到很多 有叫個評 也都收到很多 那現在 譬如 這個就是 東江過客過江東 那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很漂亮的 這個東江 東江水 東江過客過江東 那這個呢 江 和水 江和水是合掌 但是 這個很嚴格來說 就叫合掌 但是其實都可以 但是如果嚴格 就什麼 但是水和江應該都不是合掌 就是說 同一個東西就叫合掌 同一個詞語就叫合掌 但是 這個其實如果說合掌 都是有少少嚴格 但是我們可以改為東山 東山 我吵東山 韜韜不歸 東山在山東山 叫蒙山 現在叫做 所以都有這個地方的 所以 也都可以做東山 搞定 都可以 山水 不會合掌 合掌的意思 就是說 上戀 上戀 是這個東西 這裏又是講同樣的東西 還有這裏 就算是這裏有同樣的東西 它又是講同樣的東西 當然這裏 從字 就不算了 但是 如果是講同樣 就算是這裏講同樣的東西 自己上戀 或者是上下戀 有同樣 用同樣的意義的字 我們都叫做合掌 好像這裏 水渡渠城 漢渡力 岩夫木落 見天心 漢 和見 是不是一樣 這個就叫合掌了 這個就很清楚了 但是水和江都不是那麽好 不是那麽 不過我硬拿出來說 有些比較嚴格的評判 就說合掌 那麽就 硬拿出來說 我都可以改的 但是 這個呢 就一定是 是人都說 應該就是合掌了 那這個你說 不是接近嗎 你簡直是一樣 那我們如果用這些 是沒有意思的 明白嗎 所以 就是 我們就是 這個 這裏 我們就要改了 或者 這個見天心 就比較難了 那麽 劏道力 那麽我們可以 用資 或者頻 都可以的 那麽你看看 哪個好些 那麽你就 你就 就不是合掌了 就變了就不是 知啊 頻啊 就不是見 就不是看 是吧 那麽意思是這樣 那麽這裏也是 獨有英雄 驅虎怕 更無豪傑 怕紅悲 那麽就是說 英雄 和豪傑是不是一樣 英雄 豪傑 英雄是不是就是豪傑 豪傑就是英雄 那麽就是 沒有字用而已 你用來用去用這個字而已 是吧 所以 所以就是 一樣 如果五湖 對四海 五湖四海 又是一樣 這樣 這個虎炮 熊悲 又是合掌 虎炮和熊悲 那麽 我們可以把豪傑 改成獵狗 把它改成狐狸 那麽 那麽 這些也是 就算不是個個字 那麽我們 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中華崛起民族復興 那麽都好像是一樣的 合掌 呈軒玉樹 有個地震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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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軒玉樹 北拒紅塵 那麽畫去捐它過去 那麽都可以的 那麽 或者是麥表心聲 那你是不是 那當時好像有個畫室 是什麽的 那我 那我不如改成 北拒紅塵 麥表心聲 這兩句都是好過 《二系中華》 《二系中華》很像 簡直是一樣 像到一樣 一樣 所以合掌 意思就是 喂 吐利說兩個要有關聯 那麽 關聯得 最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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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胡 全 全什麽 報街音 好 講完這個 五字 或者以上的對聯 就是 我們要 三則 就是 這個 十萬卷 全部都是側聲 那麽 所以 有時說一三五不論 但是一三五不論 在這些情況下 在上暖 因為上暖 後面是側聲 那麽 那麽有機會這個是側 那麽 如果這個第五個字 又是側聲 所以第五個字通常要論的 你第五個字 又是側聲 那麽就不行了 那麽 所以 這個就是 犯了平側 那麽 十萬改造 萬千就行了 萬千卷 是吧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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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這麽 也都是 有三則 也都是有三平 這麽 就是 它是張佛千賀的張曉峰 你看這個 陷字聯 有些字是將它陷在前面的 我們那些就叫做 床頭格 床頭 放在前面的 這個就是豐腰 曉峰 你看他 張曉峰 春曉華國麗 但是華國是質聲 所以你不如改了這個國是質聲 這個國字是質聲 所以這裏也是犯了平則 這個國字是質聲 這個例也是質聲 華國麗 這裏就改成神州 州是平聲 這裏就可以搞定了 這個陣董橋 這個就是床頭格 就是董橋 董宇三如鶴乃乃博 這個上面 鶴乃乃博都是質聲 這個就是 那說國不是質聲的嗎 國是質聲嗎 國是入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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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稱K字尾都是KWK K字尾都是入色 K字尾都是PTK尾都是入色 這個也是改不了 因為它太多東西了 董宇三如鶴乃乃博 橋蟲千尺 游其飛 這裏是三質 這裏是三平 辭聖亦都是失對的 這個漁 怎可以同蟲 漁同蟲不行 董又同橋 又是不行 所以辭聖又失對 又三平又三質 太多東西了 不要夠了 夠不行 上年就寄三質 下年就寄三平 這裏是美酒紅歌 美酒紅燈歌盛世 下面就能增育館迎新春 所以迎新春就三平了 所以剛才那裏說梅花朵朵迎新春 有人說好像很漂亮 回花朵朵迎新春就不是那麼好的 迎就改做賀新春 就不用什麼了 所以就改了三平了 這個又是剛才那對戀 上水居民居水上 有人寫中山來客來山中 又是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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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挺好的 這些又是來客這些詞全部都對 但是可惜來是平音 三平 山中都是平 那就三平了 過客 訪客都是 都是改了做來客或者遊客都是平升 都不行 改了做過客或者訪客就好了 訪山中 過山中 那就不會三平了 是不是 所以這些好像說絕對或者什麼 但是都有很多創意出來 不過我本來想列一些 不過時間不夠 再列一些給大家看 有些前門即雪 即門前 反過來又行 這些是叫做回民戀 講到聯格那裡才講 五字或者七字的對聯 就泛孤平了 很容易就是這樣 就這個春風長送神舟曲 這個全部平 全部平 春風送神舟 舟又平 曲只有這個 所以我們將這個長又是平 全部只有一個平升 那就叫沽平 那我們就將這個長字 變成寬字或者落字 變成質升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對回來了 不過這個又是三則 上面拱壁水是三則 這裏其實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犯的 橋 壁 橋和壁是橋 橋壁 壁水 沒有啊 如果是 藤六 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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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就好了 回到剛才那裏 那裏先 這裏有什麼問題 這裏有什麼問題 現在講完十個要求 現在講完十個要求 月電 月供 供是否就是電 電是否就是供 犯什麼 合掌 這個叫合掌 你又用回這個 那怎麼改呢 月套 月套就可以了 套也是質升 月套月供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犯合掌 黃梅 雨 降雨 點雨 月詩 雨 配 雨 飛 雨 霧 蒙 那這個又好像很漂亮 那個異景又很漂亮 嘩 就是煙雨樓台那樣 就是有些異景在那裏 那又怎樣呢 這個梅字和這個梅字 是不是松字呀 在不同位置呀 但是 這個可以說是有松字 犯了松字 但是呢 如果你是放寬一些 因為黃梅呢 是黃梅天 是一個特有名詞 那我們可以放寬 可以 亦都可以放寬 那所以 看看你怎樣 這幾句都是 我自己寫的 但是 有時候有些 這裏 我打算是 港航宮殿 常鵝 就是這樣 那可能還有其他 那些弊病都不定的 那其實 還有一些特別的例子 那些 那些 對聯 那時間就已經是 夠了 那我本來呢 就想說 那些 有些 音調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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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些雜訊 在那裏 那 那比如有一句 煙鎖 池塘柳 那些全部都是 那個是金木水果土的 很有趣的 那個 那又是 那些 似木為柴 山山出 那些是拆字戀 那些 下面是有些什麼呢 那 那 回文戀也有很多 那 其實還有幾句戀呢 就說 被人偷 那個 福無相智 禍不單行 那就是王熙之 他又改 又改之戀 那本來想講一下這些 但是呢 時間不夠了 那 很多謝大家 hobby .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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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